好 立刻來關心 現在尾巴戰爭 已經被定調說 進入到了第三階段了 以色列總體納坦雅胡 他提到了 他說現在哈馬斯跟以色列 現在目前戰爭 進行到了最激烈的時期 第二階段的空襲 仍然繼續進行 第三階段就是擴大 對於加薩地面的攻擊 現在正在展開當中 他還想說 誓言要把哈馬斯 掃進歷史的垃圾桶 表示說他不會停火 因為他說 這要對抗 對抗這些蠻勢力 直到勝利 現在是戰爭的時刻 要求停火就等同 以色列跟哈馬斯投降 所以他們是絕對不會停火的 對於恐怖主義投降 對蠻橫行徑投降 那是不會發生 在以色列的選項裡面 我們另外也看到 以色列已經救出了 被哈馬斯綁架的女兵 大潭雅湖也誓言不會停火 那乙軍已經有襲擊 大概600處的據點 我們也來看一下這相關的畫面 現在乙軍的戰車步兵 也陸續在挺進加薩的郊區 我們來看看這個推土機的畫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現在他們說說 以軍圍剿哈馬斯的一些 軍事行動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 所以他們現在公開坦克 深入加薩的一些照片 也看到了這些裝甲推土機的開錄 除此之外 也有看到說像是 哈馬斯福吉 以色列黑豹裝甲車的畫面 他們是遭到短訊飛彈的擊殺 有傳出 造成了以色列方面的13人死亡 還有哈馬斯跟乙軍在加薩的郊區 激烈的交火 也看到了一些畫面出來 有冒出滾滾的濃煙 所以現在看起來真的是 兩軍正在短兵相接 進行到了第三階段 也就是加薩地區的乙哈戰爭 已經進行到了地面的 直擊交火的這種狀態 那我們看看 這拜登的態度上面 現在已經很明確的 就是說是支持兩國方案 可能也是擔心自己的選情受到影響 他說等以哈戰爭結束 中東地區的領袖 必須認真考慮戰後的現實 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分別建國的兩國方案 來取得合意的解放為前提 科比也認為說 他不認為現在停火 是一個好的決定 在我方開來 也就是美方來看 停火有利於哈馬斯 因此美國不支持停火 那現在看看拜登對於以色列的支持 跟第一時間相比 他已經比較是謹慎的措辭了 第一時間他是說 我們絕對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但是他現在可能面臨到很多 排山倒海 大家力挺 加薩人民的一些聲音 覺得說以色列這樣的 二十幾天的轟炸 看到很多人民 覺得感受到一種同情 所以他覺得說 現在有各方壓力 而且他要打2024的選戰 所以他覺得兩國方案是可行之道 雖然推行不易 但是他提出來 至少可以減少自己被批評的壓力 除此之外 他還講了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美國獨家消息 他是講說 他對於紐約時報 這個拜登對於紐約時報 加薩醫院的報導 感到憤怒 他在上週稍早的時候 在白宮會見了 幾名華爾街高層的時候表示 他認為紐石下的標題不負責任 可能會引發中東戰士的升級 最讓他氣憤的是 這個標題竟然出現在一家美國報紙上 講的就是紐約時報 那就是這篇報導 因為他這篇報導裡面有講到說 他這個紐石認為 加薩醫院的爆炸 以色列才是幕後的黑手 所以拜登對於紐石表達了 憤怒跟不滿之意 那到底是誰呢 現在還是各說各話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以色列目前看起來 這個中東的戰爭 會不會持續擴大 以色列南部現在遭到火箭彈的襲擊 阿巴斯講說這個尾巴將會變成一個 全球的衝突 那這是對於這個敘利亞軍事設施 實施一些空襲制度 所以這會持續擴大嗎 因為包含了像是黎巴嫩 跟這個以色列 敘利亞 他們都有發生一些 這種持續有交火的這些狀態 所以會不會擴大到約旦 約旦現在很緊張 約旦就擔心被波及 希望美國是不是可以部署愛國者 放在這邊 避免飛彈射歪 在這邊至少有愛國者可以攔截一下 那所以美國有可能會部署 那伊朗這邊也有話要說 他們說現在中東的美軍 接連遭到襲擊 是因為美國的政策有誤 他指的是說 因為你美國的政策上面 是支持以色列 完全支持以色列 這樣錯誤的一個政策 就會導致可能阿拉伯國家的一些不滿 所以才會有這些對於美軍 中東美軍的一些襲擊事件的產生 那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介老師 其實以色列我想 現在大家可以看出來 它是有一套完整的軍事入侵的計劃 這個軍事計劃看起來做得是蠻枕密的 他就是說 他的軍事目標很清楚 就是要產平加薩走廊的哈馬斯 讓哈馬斯所有都變成死人 不管你有一萬人或兩萬人 他是全部殲滅 一個都不留 不管你是在地道裡面 還是在建築物裡面 還是你在坑道裡面 還是這種宅體裡面 他都要把你消滅掉 那這個是一個軍事目標的設定 然後他執行步驟也很清楚 就是先轟炸 無差別轟炸 第二個就是把這個平民把它趕走 那第三個就是飢餓戰法 把你圍困住以後 不給你水 不給你電 不給你糧食 不給你醫藥 然後再接上 再接下來就是說 等轟炸到一個程度以後 這些一般平民被趕走到一定程度以後 那加薩地區的基礎設施 不管是水電交通什麼 全部都給你癱瘓以後 然後地面部隊就進去 從過去5000看起來 這個地面部隊進去 也是從軍事的這個角度上來 他也是非常有步驟的 非常謹慎的 他剛開始都是夜間進入 然後小部隊進去 然後用探試探的方式 不但試探哈馬斯的戰鬥能力 跟他的防禦公司做得如何 所以在經過這四五天的過程裡面 漸漸他已經推進到城市的邊緣 那在這過去五天裡面 那麼以色列的空軍對於加薩走廊的 這個轟炸比過去還要提升很多 等於是數千 2000噸 都有人說是差不多2000噸的炸壓 都已經投進去了 而且還是無差別的攻擊 那麼現在就說以色列在 現在加薩走廊裡面有兩所醫院 那麼一所醫院裡面大概差不多有1萬人 另外一個一所醫院裡面有3萬人 不是都是病患 很多都是什麼 無家可歸的 尋求庇護的躲在醫院裡面 因為照國際法的話 任何的戰爭兩個地方不能打 一個是醫院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學校 學校當然老早就無法倖免了 那麼現在醫院還有兩個醫院 以色列也已經在警告這兩個醫院 不斷的警告這兩個醫院 這些人要炸這兩個音樂 因為他們認為哈馬斯的軍事基地 都是在醫院的下面 他們現在用的磚地彈 以他的能量的話 大概都可以磚到30公尺 當然還有更大的 可以磚得更深的 聽說美國現在還沒有提供 所以大概磚30公尺的炸彈 現在他們已經在普遍的運用 我想他的軍事目標 就是要徹底癱瘓 哈馬斯的反抗的能力 讓他的地面部隊以後 進去以後夢中捉鳖 把這些整個的 他這個盤踞在加薩走廊 幾十年以色列視為心腹大患的哈馬斯 完全從根解決 所以這就是他的目標 會不會改變呢 應該是不會改變 因為聯合國已經也不能發生作用了 那麼國際組織也不能發生作用了 然後事實上阿拉伯國家開了很多次會 到現在也末中一世 拿不出辦法出來 那麼伊朗他從軍事力量的角度上 看起來他也沒有足夠的力量 所以我想以色列在美國的軍事的 完全的支持下面 不管是防空 不管是水面 不管是地面 美國以他最現代化的武器 跟最好裝備的部隊 事實上幫以色列阻擋住任何國家 可能的軍事介入 那麼讓以色列可以放開手 那麼在加薩走廊在未來 在過去的三個禮拜已經是完全放手打 那麼接下來我覺得還會進入到加薩以後 還會打得更徹底 更激烈 好 請教賴老師 內塔尼亞胡宣布已經進入第三階段 那就是地面戰的開始了 地面戰當然也會配合他的第二階段 就是空襲的戰爭是不會停止的 也就是一方面轟炸 二方面部隊繼續穩步的推進去 但是以色列目前的評估出了問題了 他剛開始的時候放言高論 說我一個月打下來 現在看起來一個月打不下來 因為已經快一個月了 現在已經是10月31號了 接著他又修正了 說我三個月打下來 那現在又修正了 六個月打下來 所以會不會再往後演 這我們也在觀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目前的這個階段打得是很謹慎 很保守 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對於哈馬斯到底保存多少戰力 不知道 沒把握 對於這個哈馬斯所經營 二十年之久的地下的隧道 情況到底怎麼樣 不清楚 不知道 目前傳出來都是幾百公里 而且那是鋼筋混凝土 有的是比較簡易 有的是很完整的 有的是很狹窄 有的是很寬敞 但是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是發現 哈馬斯有能力把火箭彈推出來 抬到地面上 那發射完了以後 又往地下鑽就不見了 這樣的一個情形 也就是說 哈馬斯還是有能力去反擊 那為什麼 所以這個對以色列來說的話 那情況都不十分明白 還沒有進入加薩這個大城市 還在周邊打 進入了以後會發生什麼樣的遭遇 也不清楚 損傷會有多大也不清楚 目前已經傳出 以色列有被打死的 那以色列一直強調 他們打死哈馬斯人更多 但是以色列軍人已經有開始 陸陸續續被打死了 我們目前可以判斷的是 以色列不敢進入地下隧道打 既然不敢進入地下隧道打 因為以色列只要進入地下隧道 他完全沒有優勢 既然不敢進入地下隧道打 那這個戰爭要怎麼打法 你打一個地數你要怎麼打法 所以原來傳出用毒氣 可是這違反聯合國 然後傳出用毒水 這也違反戰爭法 後來用專地站 可是專地站對於幾百公里 各位觀眾朋友想想 台北到高雄400多公里 這麼長的密密麻麻的隧道 你專地站要專多少 然後後來他們想到一個辦法 可不可以用海水來淹沒 這個也不確定 因為當你要把海水引進隧道的時候 你這個海水的抽搐要帶引進來 那會不會被攻擊 也不清楚 所以哈馬斯的這個戰力 到底被摧毀到多少 以色列都沒有把握的情形下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以色列一直在吹噓 說它已經有進展 我們同意 那是第一步的進展 還沒有進入城鎮裡面 尤其大城市的這種 一寸一寸打下來的 這樣的一個地面戰 以色列到底要打多久 我們要拭目以待 要看哈馬斯的整個力量被摧毀到什麼程度 好 來問將軍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這個宣作地毯式的轟炸 然後現在是重點式的轟炸 這是地面上的進攻 然後最後是掃蕩來瓦解哈馬斯的組織 那這樣走 但是目前來看 這個以色列的報復比目前已經將近達到1比6了 就是以色列死亡一個 大概會死亡或者是殺戮 或者就是所殺的巴勒斯坦大概到6 因為現在8000多人 以色列是1500多人 但是現在巴勒斯坦的人 包含哈馬斯組織包含巴勒斯坦的人 總共是8000多人 8000出一天大概就快要到1比6了 這個狀況 以前的歷次的統計都是1比4到1比20 所以它往上走的空間還滿大的 但是問題是死掉的就是 絕大部分是 我們叫在加薩地區的巴勒斯坦的平民 平民死得多 並且哈馬斯他是有武裝力量 他有這方面的戰場的技能 他會去遊走 他會鑽地道 他會躲在一些重要的這些岩體裡面 這樣的話對以色列的這種掃蕩 會造成很大的威脅 是這個樣子 所以死掉的都是這些巴勒斯坦的平民 我認為這場戰爭變成 好像是要拿在這個帳面上 巴勒斯坦的犧牲的人數 來比上以色列犧牲的人數 好像這種配比越高 對以色列來看就是可以交代的過去 現在我認為美國總統拜登 在這一方面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看要打多久 可能是美國在後面也要 他會有所表態 因為美國現在提出兩國論 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建立兩個國家 其實巴勒斯坦在1988年的時候 他的獨立宣言的時候就已經講過了 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 聯合國的會員國總共有138個國家 承認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又是聯合國的觀察員 所以巴勒斯坦他是個準國家 只是他的國家 他的國土面積不斷的縮小 被以色列都一直占去了 又分只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約旦和西萬 另外第一個是加薩子龍 加薩子龍現在已經滿目瘡疑 破敗不堪了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拜登講出來了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這個兩國論的這方面的 表態出來了 好像是叫以色列 在地面上在加薩地區的這種用兵 不能那麼的殘酷 包含學校 包含寺廟 甚至包含到醫院 有這種方面的 這種限制的 限出的作用 所以我要認為 以色列在未來這些 對加薩地區 巴勒斯坦人 還有哈馬斯的這種組織 他這方面的軍事行動 我想說他不是規模的擴大 他會有些限制性的 這方面的作為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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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